他怎么把人先去死啊 他不见 总统的雷尸是打雷尬了吗 金额不大 为什么情绪那么激动 除此除非给他们一个公道 除了要追求法律效果 更要追求社会的效果 把精准高效优良的司法服务 及时地送到人民群众的身边 我在法庭22年来 我所在的这个法院 这个名称变了好几回来 但是我们这个法庭的名称 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商林这个地方 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江南的独特人文景观 就是姐妹三桥 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可以说是我们武镇的一张封面照 都说一个法庭是一个乡镇的缩影 双林镇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 那么我们法庭成立以后 也一直在见证着这个历史 我们每天都是走在双林三桥上 也想着怎么样能走出 我们法庭自己的封桥之路 双方当时就因为一百多块钱炒得面红耳赤 不管兼饿多少 老百姓追求的是一个公理 刚开始双方都已经谈妥了 但就在打笔录的间隙 双方又因为一句话一拍两散了 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想着还不如自己掏钱 把事情解决了吧 后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 或者说语言太深硬了 跟老百姓打交流就是这样 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跟他们进行交流 这个也是我们法庭工作人员的一个基本功啊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穿着便服去了他们家 面对面和他们谈戏 最终总算把案件调节下来了 那种成就感就相当强烈了 起来就是想要建一个国家道理的商户 因为他相信法医的法库人在的公正 双灵这两个字正好是一个对称的左右结构 就像我们遇到的当事人既有原告也有被告 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两边都要均衡 不能偏颇 我曾经办了一个邻里纠纷的案子 那么双方为了五平米的面积炒了十几年 我拿到这个案子去现场看了一下 发现如果这个案子硬判的话 执行效果也非常的差 然后我主动的联系了司法所及派出所 三方共同来调节这个案子 后来这个案子就化解了 老百姓对基层法官的信任感 是需要我们靠双脚去走出来的 需要我们在基层扎根 这份信任感才会在老百姓的心里扎根 方法中国就必须得到 只要大家也都想办法 中国就好加紧 早在七八十年代 我们就有一个调节日的活动 那么到了2011年 我们成立了以全国优秀法官 陕阿水同志命名的水阁法官工作室 近几年我们是把水阁法官工作室 迭代升级成了共享法庭 现在乡镇也在经历大发展 我们也希望纠纷解决在老百姓身边 现在共享法庭作为基层社会之理的最小单元 已经散布在我们辖区的各个角落 一根线一外屏脱手可及 我们联系法官不需要长驻 可以通过庭务主任 以视频网络电话等形式随时联系到我们 我希望法庭在这里 是成为老百姓身边 看得见摸得着 讲得清的法律天平 成为老百姓心目中最公平的内感称 在新显身边ру有 name 在新显身边 这种做法性公司是原本联系的 而且很仇人作人 很不容易